今天登機口是B6 我很喜歡泰國王空登機陣這種紫色的感覺 各位孩子們 他們在丟什麼老爸 在開始之前呢 先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還有新店蔡林的IG 今天很開心 今天真的超級開心 今天要做的是泰國航空的7879 泰國航空算是蠻早就用7879在飛台灣 現在目前7879我知道有飛台灣的應該就是 泰國航空酷航長龍 還有吉加飛7870的新加坡航空 當然如果你知道還有其他航空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剛才有稍微查一下危機百科啦 它有航空啊 蠻有趣的一點 就是說它波音的飛機啊 跟空吧的飛機啊的比例是很接近的耶 空吧加起來有30幾台 然後我其中有6台是A380 波音加起來也大概是30台 其中今天做的7879啊 只有2台 所以算是蠻少於 在208年獲得SkyTrack 第10名的評價喔 就是全球所有的航空排名第10名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泰國航空7879的商務場 到底這樣怎麼樣 Let's go 對 剛才忘記講一點 就是泰國航空的貴賓室啊 在台灣 以前有自己的貴賓室 可是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來過啊 也一樣在一航下 可是那個貴賓室非常的爛 我去過一次 可是現在泰國航空的貴賓室啊 西洋Plaza 其實台灣這個一航下的Plaza 以這種西洋卡的貴賓室來講 真的已經算非常好的 有些在國外的Plaza 真的你會 就是你去了可能會有點難過 所以我蠻喜歡這一航的Plaza 而且比二航好我覺得啦 T Planet 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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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旅行人阿 有時候走一走 覺得台灣的空橋真的該換 有沒有這種感覺 台灣的空橋就是 不管燈光阿 還有這種 完全沒有透光度 真的該換 OK 好 OK 一上來就給我一個好熱的毛巾了 太行你進來感覺 你不會覺得它很新 就是因為它的用色阿 很內斂 這個紫色阿 跟雞包上的紫色 是完全不一樣的紫 這個紫 非常低調 我先試一下 OK OK Thank you 它的餐點有分 泰式西餐跟中餐 泰式的話是 泰式紅咖哩魚 西餐是紅燒牛肉 配 奶油 然後中餐是辣味雞肉 豆子金座太行 當然吃咖哩魚 剛才講的是主餐啦 它還有開胃菜跟甜點 這本是飲料 飲料沒有中文 所以我還是一樣老樣子喝啤酒就好 這份班機很滿 幾乎客滿 幾乎喔 因為我在化位的時候 只剩兩個位色 然後我剛才偷看了一下 幾乎是全滿的 泰式 泰國航空啊 跟長榜航空 還有中華航空 滿像的一點就是 都是比較資深的空服員 在輸入頭人場 你們看一下它商務艙的配置啦 它這邊它非常貼心的就是 一進來就有一朵鮮花喔 就是這一個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花 不過我覺得它設計滿不錯的 是這個桌面 這個桌面啊 是有細細紋路的 就是其實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這邊是讓你掛耳機的 很多航空的商務艙啊 都是這樣配置的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皮兜 這個是皮的扣 可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邊有蓋子 然後耳機的部分啊 一樣是三孔的 其實我覺得漫漫航空公司啊 可以改成一般耳機也可以插 因為越來越多人喜歡自己戴耳機 然後這個USB的插孔 座位的部分 調整啊 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走靠背跟椅墊 然後有三個模式 它的質感其實非常的好 你看這旁邊還有一個金屬的邊 那遙控器的部分呢 我不會熱熱的耶 上次做海南航空熱熱的 今天做的位置是18K 腰瘦 你看一下這個解析度 非常棒的遙控器 然後旁邊有個燈 看一下這個燈 開關 它頭靠的部分是可以熬的 像這樣子 我喜歡它這種低調的紫色 不宜 老實講啦 坐起來不會這麼熱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枕頭質感也是滑滑的 有那種濕的感覺 這邊有個插搓 插搓底下有個置物的空間 雜誌就反而是 它連坐姿的底下都是用皮去修邊 所以整體的呈現啊 真的是比一般的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耳機 除了航空的商務艙 最好的還是長龍的耳機 不過 擦牆的意啦 感覺摸起來質感還是相當不錯 腳部的空間就是這樣很大 這邊躺下去應該有190幾公分吧 然後腳的底下還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我的相機還有Gopro先暫時放這邊 這應該也差不多是17到18吋吧 我不曉得知道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 可是沒有中文繁體 只有中文堅定 其實這台7-8機讓我比較驚豔 就是一些金屬的材質啦 像這個按鈕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它 然後我的左手邊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就是這樣子的 它很深啊 可是我不曉得它到底比較適合放什麼 這個扶手也是可以往上再降低的 呃 裡面真的有什麼大小的 是嗎 對 對 對 我們是有什麼大小的 我們在這裡 坐在這裡 非常貼心還有附上堅果 比較特別的有兩點 第一點 這個海泥根是長的 不過這是320ml的啦 一般是375 少了55ml 不過我覺得它比較用心的是這個杯墊 這個杯墊質感很好 它有打印 我喜歡這樣的紫色跟這樣的花紋 開航的餐具好漂亮耶 大家一定覺得我很奇怪 不注意餐點一直注意餐具 給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的餐盤都有詭異一個銀邊 它的銀邊的內層 有這種類似法式的東西 其實是比如說小碟 或者是類似這個小碗 旁邊的大碟或中間大碗 通通都有 非常的用心在大家的餐具 然後今天我的主餐是 泰式紅咖哩魚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個醬 這個醬看起來非常的棒 旁邊是芒果醬 這個肉菜單上面是說這是肉捲 然後主食啊就是飯跟蘆筍 來吃吃看 先來吃這個泰式紅咖哩魚 它這咖哩魚啊最主要 就是它這個肉啊 好燙 好燙 雖然它的調味很重 你可以吃出來它的魚完全沒有腥味 表皮這個紅咖哩醬啊 它的香茅的味道很重 打開來聞一下 把它淋上去 現在蘆筍就在滴那個辣醬 好吃耶 其實我本身就很愛吃泰式的東西啊 所以都覺得好吃 有剝皮的番茄 就是很明顯可以吃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用心的前菜 這個甜點啊 是杏仁水果 是我剛才聽不懂它講什麼點的 這邊裡面有杏仁、哈密瓜、香瓜跟草莓 非常的甜 這餐點我可以給90分 真的還蠻好吃的 我現在在它的廁所 它的廁所香香的耶 很精緻耶 這邊還有用毛巾啊 摺成了一個 像玫瑰花的形狀耶 看一下這一個 這一個是Milk Queen 然後這邊一樣有鮮花 這個是護手刷 非常的用心 最特別的啊 是這邊 這邊居然 還有毛巾可以拿耶 然後整個配色啊 是這樣子 然後一樣這邊一定要補開 然後門把上面啊 還有兩個掛衣服的地方 蠻舒服的感覺耶 尤其是這一塊 非常的用心 進來就覺得跟別的廁所不一樣 我還是戴一下墨鏡 看起來比較不像剛睡醒的 最近阿做了三台七八幾九 第一個是長龍 第二台是海南航空的七八幾九 第三台就是現在的泰國航空 不是很感覺啊 一個航空公司啊 真的可以把一種民族性啊 表現出來 長龍航空 你很明顯的感覺到 它就是一種比較沉穩內斂的感覺 海南航空呢 你可以感覺到 大膽創新 那今天的泰國航空呢 我的感覺啊 是它有一種 溫潤有離的感覺 不只是從空姐或空上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從一些 設施的一些細節 有那種很明顯的感覺 非常有趣 最後我們看一下它的系統 我剛才有玩了一下 它反應速度真的很快耶 可是我用過最快一點的系統 如果玩最新電影 左滑 右滑有沒有 都很順 我按一下這部電影Tag 然後它問我要哪一個語言 我選英文 好 其實它已經開始了 幾乎啦 沒什麼類似 唯一有一點比較有問題的 就是所有的字幕啊 都沒有中文 它有字幕就是泰文 沒有中文 沒有中文 好 我們退出來看一下 飛行系統 這個信息就是飛行系統 然後 飛行路徑 互動飛行路徑 這套系統啊 沒有像有些系統 一開始有名稱 我不曉得它屬於哪一個系統 知道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已經快到半湖了 不過我感覺不應該忘記 我們不成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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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記住我 我們不成為朋友 我們不成為朋友 如果你想記住我 And you open up the door 我很喜歡這個機場 因為這個機場其實非常的大 重點你看 他們的空橋是不是變得很漂亮多了 真的 我覺得我們的空橋應該好好改改了 好 今天影片結束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我們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連結就差不多六個月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